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半导体分析机构Semiconductor Intelligence称,全球晶贴市场目前正在反弹,到2024年将实现16%的年增长率。 该数据处于预测者给出的一系列增长数字的中间,即9%到20%之间。 其中,IDC称,全球晶贴市场将在2024年激增20%,但增长预测却出现两极分化。 主要在于,专注于汽车、工业和物联网的晶片公司德州仪器、英飞灵、异法半导体、恩质浦、ADI、瑞萨的前景相对较弱。 相比之下,2024年最强劲的收入增长,预计将来自内存公司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以及智慧型手机和运算领域的公司辉达,英特尔、AMD、联发科、高通。 Semiconductor Intelligence 表示,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WSTS,最近上调了2023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该季度的环比增长率目前为6.0%,而之前给出的为4.2%。 2023年第三季度环比增长率为6.3%,表明正在发生稳固的转变。 Semiconductor Intelligence 预计2023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为3%,同比增长率为6%. 经过三个疲软的季度后,2023年将成为收缩9.5%的一年。 但市场研究公司表示,强劲的第四季度将为2024年每个季度实现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奠定基础。 排名前15的晶片公司均公布了2023年第三季度营收环比增长的情况。 德州仪器和ADI的增幅不到1%,辉达、三星、SK、海力士和联发客的增幅达到两位数。 2023年第四季度和2024年的前景好坏参半。 一般来说,那些依赖汽车、工业和通讯行业的公司面临收入下降,而更接近消费电子和存储元件的公司则将看到销售反弹和平均售价上涨。 其中,智慧型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在2023年下降5%后,在2024年增长4%。 个人电脑出货量预计也将在2023年下降14%后,增长4%。 在此背景之下,近日传英特尔旗舰处理器Runer Lake将采用台积电300米制程。 台积电有望拿下英特尔2024,2025年近40亿美元及超过100亿美元的订单。 台湾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用台积电代工就很难回得去了。 如果此消息为真,AMD可能有危险。 陆行之表示,台积电明年底可能准备一个月15000片3奈米晶片,后年单约3万片3奈米产能给英特尔。 英特尔在2025年将成为台积电前三大客户,3奈米代工的第二大客户。 陆行之还称,拿下英特尔订单对台积电来说,每年至少贡献5%营收增长动能,明年占比8%,后年12%。 他直言,英特尔表面上好像还在嘴硬,但用了台积电代工就很难回得去了。 对英特尔而言,假如内部产能不变,每年代工产能加持19%至20%总产能,用代工作的产品营收,贡献将在2024达28%,2025达44%,如果这数字为真就高得吓人。 陆行之最后总结,看起来英特尔比较需要台积电的帮忙,因为有一堆好处,包括先进产能、低制造成本、降低制程研发成本、节省资本支出、付更多现金鼓励、降低折旧费用、提供较有竞争力的产品价格等因素。 不过,以色列合约晶片制造商Tower Semiconductor高塔半导体则是另一番景象。 其预计,由于面临供应过剩的晶片公司继续调整库存,第四季度收入将下降。 在过去的几个季度中,半导体公司一直没有下新订单,因为他们在努力清理因高利率和粘性通胀而积累的过剩库存。 Tower Semic生产主要用于汽车的类比和混合续号半导体,预计第四季度收入为3.5亿美元,浮动变化5%,比去年同期下降超过13%。 英特尔于今年8月终止了收购Tower Semic的计划。 两家公司在今年9月份表示,英特尔还将在一项交易中向该公司提供代工服务。 Tower将在英特尔新墨西哥州工厂投资3亿美元。 Tower Semic第三季度营业利润,其中包括英特尔合并合同终止费,带来约3.14亿美元净收益,增长至约3.62亿美元。 终止费用总额为3.53亿美元。 Tower Semic报告,截至9月30日的第三季度收入为3.58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约16%。 鉴于该地区地缘紧张局势,投资者对在以色列营运的科技公司表示担忧。 然而,Tower Semic表示将继续无缝营运。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LSEG调查的四位分析师表示,经调整后,该公司第三季度每股盈利54美分,超出每股50美分的利润预期。 这种情绪也传导至台积电。 近期陆续从IC设计业传出消息,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相隔三年后,明年针对部分成熟制程,恢复提出价格折让。 台积电身为晶圆代工龙头,报价稳定,很少涨跌价,唯一会提出通常各位数百分比的年度折让。 对于目前传出的台积电提供部分成熟制程价格折让幅度,IC设计厂商指出,约在2%左右。 但针对价格折让相关议题,台积电不予评论。 不止一家IC设计厂商表示,确实正与台积电洽谈明年的价格折让。 另有,IC设计厂透露台积电提供的折让方式,适当一整计的头片完成后结算,依此从下一季开的光照费用来进行折抵。 在前几年IC大缺货潮中,台积电起先并没有涨价,在其他同业报价明显上扬的情况下,相对使得其报价反而较低。 该公司于2021年与2022年持续传出取消折让。 2023年初则启动睽违多年的罕见涨价,外转幅度约3%至6%不等。 不过,由于半导体供应链从2022年下半开始陆续进行库存调整, 今年上半年也传出台积电变通,提出加量回馈方案, 只要客户下单答一定数量,就会多送成熟制成头片量。 总体来看,IC设计厂商认为,其他晶圆代工厂早已随着半导体试矿反转, 陆续启动大笔订单直接降价,达一定下单量后多送免费头片额度等措施,以试图提高驾动率。 台积电的报价相对应,如今传出,其部分成熟制成恢复折让, 即使并非直接降价,但仍具指针性意义,这对于其他同业的成熟制成来说,可能会增添报价压力。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再见。